10月24号有网友发帖称 藏西县一名做直播的24岁网红被其丈夫杀害 被藏尸冰柜中 此事引发网友极大关注 有记者来到事发地 发现谐音人家的大门已被警方贴上了封条 而丈夫杀害妻子一事 在当地人中间已经传开 邻居们称 20号早上 警方在谐音人王某家中将其抓获 同时在其家冰柜中找到了尸体 有邻居还称 早在9月14号 王某就用一根绳子将妻子勒死 然后买了一个二手冰柜藏尸 不过也有邻居称 藏尸是一个小冰箱 被害人是绵羊市盐庭县人 其母亲因长期联系不上女儿 于是报了警 一位邻居介绍 嫌疑人姓王20多岁 从房屋建城起 他就随父母再次居住 在各位邻居的印象中 王某为人老师 以前在外打工 认识了自己的妻子 两人结婚生子 网友在爆料中称 王某在家吃软饭 天天接送孩子 主要是妻子做直播养家 网友发布了一个 疑似被害者的直播账号显示 其粉丝有15万 获赞100多万 该账号已经设置为私密状态 对于王某为何要对妻子 下气毒手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其妻子在家中做直播 时间为晚上10点 至次日凌晨30 有一天王某发现 妻子手机上有不雅视频 于是下了杀手 对于王某被抓 作为邻居的江婆婆 现在仍然感到有些害怕 他趁自己亲眼看到 王某被抓的现场 江婆婆称 王某家中平时就是王某夫妇 和其孩子在居住 王某的母亲在外打工 偶尔回家一次 事发前一天 他遇到了王某的母亲 因为很久没有见 两人还有简短的交谈 除了江婆婆外 多位邻居介绍 王某的作案时间 就是9月14号 还有邻居说 王某将妻子杀害后 买了一个二手冰柜回家 将尸体藏在冰柜中 而冰柜也放在 其妻子的卧室内 王某的母亲 虽然回过几次家 但从不进儿媳的房间 所以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24号下午 苍西当地相关部门表示 嫌疑人已经被刑拘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